唐宋 这位国府第一助理可不是盖的 韩总有他在 简直就是开了挂 不信 且听我慢慢道来 韩婷这个大忙人 没有唐宋怎么行 出差前一个月 唐宋就把所有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 韩总只管专心工作 其他琐事 有唐宋呢 不用操心 唐宋这眼力见耳 那叫一个厉害 无论是在锦城还是海市 三两下就摸清了当地情况 找合作伙伴 小菜一碟 帮韩总解决生活难题 不在话下 有次韩总带季兴去饭局 本想让他认识新行业大佬 结果呢 韩总差点在台阶上摔个狗啃尼 幸好唐宋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老板 这反应速度 不愧是国府第一助理啊 说起季兴 他可是韩总的心头好 唐宋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韩总对季兴那点小心思 唐宋门清 可他能说什么 只能默默地为老板铺路搭桥北 有次季兴辞职了 唐宋二话不说 立马给他安排了新工作面试 啥 你说这不是助理该干的事 嘿 你还不了解唐宋 只要是韩总在意的人和事 他都得操心 唐宋这人 不光工作能力强 情商也高 韩总那些大老朋友 他都能用福自如 韩总送寄新话 还故意贬低人家 唐宋在一旁看得直无脸 心想 老板啊 你这姚妹技巧的好好学学啊 不过话说回来 有唐宋这样的助理 韩总可真是捡到宝了 别看唐宋整天忙的团团转 可他乐在其中 因为他知道 自己是韩总最信任的人 观众们看到唐宋这个角色 都羡慕得不得了 要是我也有这么一个助理 我还愁啥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有了唐宋 我啥都敢干 可别小看这句玩笑话 他恰恰说明了一个优秀助理的价值 在职场中 一个得力助手能让你事半功倍 唐宋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让韩总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 无后顾之忧 唐宋的形象 也让观众对职场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他不仅仅是一个下属 更像是韩总的左膀右臂 这种意识亦有的关系 让人羡慕不已 说到底 唐宋这个角色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他展现了职场中的理想状态 能干 忠诚 有眼力见 还能随机应变 这不就是每个老板梦寐以求的助理吗 现实中想找到这样的助理可不容易 但是 唐宋的形象至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优秀助理应该具备的素质 下次你看到公司里有个特别能干的助理 可别嫉妒 说不定人家就是现实版的唐宋呢 要是能和这样的人共事 那可是你的福气啊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唐宋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韩总 你会如何善待这样一位得力助手 这些问题的答案 或许能让我们在职场中走得更远 国父第一助理唐宋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职场课 记住了 要想在职场上混得好 得向唐宋学习 有这样的助理 韩总的心思还用猜吗 有唐宋在 就真的没意外了 你敢打我 我马上到你公司去告你 让你卷扑盖走人 吃了莉莉一巴掌的吴总 暴跳如雷的吼道 莉莉不但不怕她 还威胁她 你嫌嘴巴 刚才搂搂抱抱就算了 还给我泼脏水 并指着吴总老婆 还有你 这样的垃圾老公 就自己留着用吧 骂完后 莉莉潇洒地走进电梯 把苏之舟看呆了 事后 莉莉不但没一点情绪低落 还定主苏之舟注意安全 让苏之舟佩服得五体投递 苏之舟瞬间对又美又撒 又体贴若微的莉莉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然而 苏之舟这种单纯的小奶狗想得太简单了 莉莉表面坚强 内心脆弱 离开苏之舟的 莉莉马上跑到酒吧 释放自己的情绪 莉莉常常独自一人到酒吧 喝酒放松 同时寻找一夜情 她认为这样最适合自己 没有感情 就没有伤害 一段稳定的感情 会让自己抽不出来 最后被伤得体无完肤 太痛了 你比星光美丽拒绝小奶狗的莉莉至死不知 放纵的一夜情 抵不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真相 莉莉拒绝了小奶狗苏之舟 苏之舟自从见识了莉莉的又美又撒 又温柔的一面就开启了追解之旅 她每次出去办事都会转很远 给莉莉带她最喜欢吃的蛋糕 知道莉莉外出办事渴了 她会给她提前准备好水 过年前 苏之舟借着给同事买礼物的机会 送莉莉一套名贵的化妆品 大年三十 苏之舟看到莉莉在咖啡馆发的朋友圈 马上就给她快递了一份饺子 并送上自己新年第一个祝福 莉莉早就发现了苏之舟对自己的感情 过了年后 为了害苏之舟的人情 特地送她一张体检卡 目的是让她注意自己健康 同时提醒她 体检卡只用一次 就好比他们的感情 没有未来 没想到苏之舟不但没领会莉莉的意思 反而误会她关心自己的健康 苏之舟看到莉莉在网上看到一款包 价值十多万 特地订购了一款高仿 花了几万 想送给莉莉 没想到莉莉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 第二天就提着一个针包过来 还声称是男朋友送的 苏之舟的信心彻底被打击到了 暂时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 苏之舟有一次趁着应酬喝酒后 特地询问莉莉 自己是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莉莉坚定地告诉她 自己有男朋友 感情很稳定 莉莉知道苏之舟不死心 特意当着苏之舟的面 跟男朋友亲吻 彻底断了苏之舟的念头 莉莉喜欢玩一夜情的原因 苏之舟真的不适合莉莉 莉莉从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 结婚以后变成黄脸婆 父亲就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跑了 留下孤儿寡母度日 母亲对父亲是又爱又恨 整天又骂又哀声叹气 守着莉莉 没在家人 莉莉懂事后 知道母亲太爱父亲了 一辈子都没走出来 有了母亲的前车之鉴 莉莉从来没涉足爱情 她怕自己像母亲一样 现金去了 抽不出来 她宁愿去酒吧寻找一夜情 莉莉至死不知 一夜情也可以把自己伤得体无完肤 莉莉以为自己完全可以掌控自己 没想到放纵的一夜情 也可以把她伤得体无完肤 萧一萧出现前 莉莉有过很多一夜情的男朋友 有些只有一夜的情缘 有些会有几次的情缘 纯粹凭莉莉的喜好 然而 萧一萧与众不同 自从跟莉莉有过一夜情后 凭借自己的人脉 每次都可以逮到莉莉 并且在莉莉需要帮助时 她都会及时出手 帮助莉莉摆平 即使莉莉一再强调自己不需要帮助 但是萧一萧每次神不知 鬼不觉帮助莉莉 让莉莉感受到一股暖流流过全身 俗话说 日久生情 对于情长老手的萧一萧来讲 她深切地知道 攻克女人心最致命的法宝 就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送上自己的温暖 莉莉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主动要求进入感情稳定期 莉莉本来还在沾沾自喜 以为通过一夜情 找到了真爱 没想到萧一萧比一般人更可怕 她隐瞒了自己已婚 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而且 她跟前妻感情很深 她答应前妻 为了照顾女儿 不会再去 她跟莉莉一样 经常到酒吧寻找一夜情 碰到莉莉 也有了想稳定感情的打算 由于她对前妻和女儿的感情太深 她终究给不了莉莉想要的未来 写在最后 莉莉不知道 滋生一夜情的酒吧 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的 更不可能给她想要的婚姻 有人说 上天是公平的 你所有的放纵都会受到惩罚 莉莉遇上消一消 就是对她放纵的惩罚